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哥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点个关注再看 点关注不迷路 小胖哥给你科普齐前的电商服务 小胖哥呢在招待里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三菱小胖哥 天猫入住 今年呢我们也是正常操作中 老哥过来他问我 他说你这边能不能入住天猫店 今年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 我说猫店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优惠的一个政策 他说那天猫店铺跟 就是类目跟保证金大概是多少 就是年费 我说你大概是要搞什么类目的 什么类型的店铺 因为天猫每个店 店铺类型价格不一样 旗舰店呢比较便宜 那专营店可能会比较贵 那如果说你是IRO标会比较便宜 TM标呢就比较贵一点 主要看你搞什么类型的一个店铺 他说保证金这一块 有没有保险 可以买能不能像京东一样可以买保险 我说天猫跟京东不一样 这一块是没有保险可以买 那入住的时候呢是不可以的 也没有保险 所以说没有优惠 他说那天猫比京东还要坑 我说那这个东西不一样 天猫的一个体量比较大 这个东西不好说 他说我问一下就是咱这边的一个天猫通过力是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入住通过力怎么样 我说能接 我们就基本上能下 下了之后再收费 刚刚开始基本上不收费 不成功也不收费 主要看你要什么类目 你有什么资料 我再具体给你去报价 他说我打算搞办公用品跟汽车的 我说价格的话 入住费像这两个类目的话 现在都降价了 可能万把块钱 如果说你资料牛逼 或者说资料可以 我们还可以再便宜一点 价格都是可以谈的 他说我这边营业执照 商标 商标售钱都是有的 商标在购户中 新开的这种售钱是可以使用了 是吧 我说是的 可以的 正常的话都是这么操作 一般都是先拿了售钱 店铺开了之后 如果说可以入住成功 再来买断这个商标售钱 这样的话就方便多了 他说是的 那我考虑一下 再告诉你搞不搞 我说可以 天猫入住这一块呢 今年我们也会重点去研究去操作 天猫跟京东不一样 天猫可以说 它的体量会比较大 但是天猫有一个硬性的入住要求 就是你入住的执照 一定要是一般纳税人 这个就必须得去升级 那其他的东西 就是要靠包装了 你看你包装怎么样 每个时间段的入住成功率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像年初的话 可能入住的话成功率就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也是有对接了 一部分的一些内部的招商 那新的一年呢 可能有一些商家去年退店了 所以说切 那像年底这一块的入住成功率又不一样 每个时间段招商要求不一样 但是总体来说 他们都是有一些招商要求的 就是互相抢平台的一些客户 比如说天猫会去对标 抖音或者说京东 一些优秀优质的客户 那京东也会去对接其他平台的一些优质客户 如果说你是某某平台的一个优质品牌 或者说销售而比较牛逼 这个东西就更好入住了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帮你们推荐进去就简单多了 那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 是空壳的话 这种天猫也是可以搞了 但是相对来说 要从商标执照 从你各种的经营范围里面 去做一个包装 那你包装的好 包装的不好 这东西就很关键 你们自己操作 可能就达不到那个程度 那如果说想入住天猫这一块 也可以联系我 今年我们会大量的去接天猫入住 欢迎各位老板来切抽